想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24节气这个片子 包括最难的部分是哪 不是我想到要去做24节气的 这个创意概念是张一某导演很早就提出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所有的人都是让24个数字来计时在奥运会上 但是中国用24个节气 这个节气外国人是不明白的 然后呢我们用诗句再解释这个节气 要让外国人明白 而且还要跟冬 对 冰雪 关键是我们已经绕了三道弯了之后还跟冰雪 没有八杆子没有半点关系 对不对 还得再转一次 对 把画面拍好 你们大家说的壁纸啊 或者是这种美了美化的东西 国内其实有很多团队可以拍得很漂亮 关键是你怎么样去设计这些画面 解读 对 但后来我们那个也思考了就是说 整个我们会用一种非常异象的方式 嗯 用这种方式去设计你的画面才是OK的 哦 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周当时看到这个时候什么感觉 因为实际上看到这个24节气 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创意在创作中 大家一直在不断地质疑说你为什么用24节气 24这个数字来代表奥运会的1987这种常规的倒计式 这实际上是非常挑战大家的这种常规的认识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总导演 包括农江波导演 还有我们所有主创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尊重和坚持 就是希望用冬奥会这个舞台来讲中国故事 这个机会如果不让世界人民去了解24节气 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让大家知道24节气是中国的 而不是韩国的